營山鄉今山川的生產就是紅心芭蕾 三年前有進行發出紅心芭蕾的門頭 這就是越來越好 剛才加芭蕾的消息都以幫助農民之外 也幫助自己來創作另外一片天 營山鄉是農業一方 農第三品特別豐富 其中針頭山生產紅心芭蕾 這種水果維他命C含量特別多 能夠真有效來降低檔骨存 對身體健康是非常好 我們宜山鄉生產的農産病非常多 像一陣子後果開始有莫迪孫 我們宜山鄉的莫迪孫最好吃 像現在今天出來擺掃的 像我們的紅心芭蕾 紅心芭做的饅頭可以降血糖 還有其他像我們的紅心芭 其他農産病非常豐富 這顆饅頭看起來跟其他饅頭沒什麼不一樣 不過這是紅心芭蕾的饅頭喔 這是針頭山休閒農業區 一間業者特別見面 因為業者感覺做餐人是非常辛苦 專業跟紅心芭蕾打成吃 加一米米粉裡面 最造成的饅頭以及銀絲捲 希望可以增加芭蕾的消息量 當心因為我們想說我們的農夫很辛苦 他種的紅心芭蕾 那個紅心芭蕾 他就說把他看能不能改良 說能做像麵粉類的 來來參加那個農業 農產品 農產品 跟農業他一種銷路通路的方法 他是用我們農業區農產品 紅心芭蕾 那個芭蕾 做出來的它是天然的顏色 它不加任何色素 繳織出來的 做出來的饅頭跟螺絲捲 夹者表示 三年前演化出紅心芭蕾的饅頭 夹者是越來越好 也證明在無景氣的時代 只要輕用心來研究 就可以演化出真特殊的產品 另外也可以親自的熱量 來幫助辛苦的農民 議論新聞記者林佩儀蔡博度